如果是你开奔驰抽着中华的烟 你觉得你花30块钱洗剪锤觉得会贵吗 也欢迎在评论下方给出你的意见 大家好,我是小七 现在到了中午11点半了 早上来把卫生全部搞干净了 因为昨天店里比较忙 所以说卫生特别张,搞了一个小时左右 等一下我们晚班的伙伴来了之后的话 我们准备开一个中午立会 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这个月的目标 以及我们接下来这个月已经 今天到了18号 基本上过了一半 那这个月还剩下最后两个礼拜了 也就是这个一月份已经结束了 但是我们的业绩做的不是特别理想 但是经过昨天 并到前天周六周日的两天充次 那我们的业绩就提升了一点点 这两天应该做了有一万块钱业绩 但是昨天的话 应该补给应该有五千多 接近六千块钱吧 应该差不多的 但是我希望 现在的总业绩就做到了五万三左右了 那离我们的目标就还差一点 还差得有点远 不是差一点 那我相信大家接下去 就是最后两个礼拜 也就是从现在开始 可能就是说越来越忙了 刚刚开完会了 现在我们在外面吃中午饭了 今天天气挺好的 太阳也挺大 给大家看一下吃什么 今天我们快餐店的老板又给我们员工加餐 给大家看一下 哇塞 这个鱼头豆腐汤看到好新鲜 这个汤真的挺好的 像牛奶一样 鱼头豆腐汤 一碗米饭 一点青菜 幸福 现在到了下午的五点钟了 刚刚下午我做了一个单调顾客 做完头发 现在已经走了 马上又准备吃晚饭了 下午也不是特别忙 因为我店门口这一会儿的招牌 已经在拆了 真的太好了 我给大家看一下 兄弟们给大家看一下 我门口的招牌做好了 现在在拆外墙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现在招牌露出来 声音也好做一点 两边全部做好了 看上去高档 上档色 现在招牌拆完了之后 让我们店的这两个股东 把我们这个零食招牌定在里面 现在我店里的这个招牌已经做好了 这样顾客过来看的就很清楚了 太好了 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 三小孩 现在到了晚上九点半了 这一会儿的话 店里面有一个在推背 然后的话房间的话 两个顾客在洗头 谢谢 不客气 莎莎你怎么没忙啊 我干嘛玩 啊 干嘛玩 今天做了多少业绩啊 三百啊 才做了三百啊 是的 可以了 忙足了 礼拜一 礼拜一做三百 反正晚上的话不是特别忙 白天下午也是的 现在晚上快十点钟了 这会儿准备下班了 店里现在也没有什么客人了 今天总共做了二十多个顾客吧 现在十点钟了 我准备下班回去了 我店里现在没有顾客 我给大家讲个事情 今天晚上有一个顾客来剪头发 本来我们是春节期间涨了五块钱 是在一个星期之前都已经涨了五块钱 以前洗剪吹是二十五 现在洗剪吹三十块钱 我这个客人一过来的时候 因为看到他是开着一个宝马过来 我觉得这个客人应该很有销唤能力 因为当时我在门口接待的 一进来我就喊欢迎光临 我就觉得这个客人应该是个大客户 至少上期要做个养生项目 或者是洗个套餐之类的 结果他一进来就是问我们洗剪吹多少钱 我说三十 他说洗剪吹不是二十五吗 我说二十五是之前 现在春节期间涨了五块钱 他说这么贵啊 犹豫了一下子吧 然后就说那算了你帮我剪一下吧 后来就随便洗了一下 然后就帮他剪了 剪头发的时候 我发现了一个细节 他把他的车钥匙 跟到他的手机 还有他抽的中华的烟 放在我们剪发的一个台面上 我一看哇 这个客人确实挺有钱的 抽到中华 开着奔驰 我觉得这个客人应该是一个很有品位的客人 没想到洗剪吹三十块钱都说嫌贵 当时我真的很无语 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他说 我心里还在想我这么有钱 剪个头发洗剪吹在深圳三十块钱都嫌贵 哎呀我真的是不能理解 很多那些在工厂打工的一个月拿个三千块钱 四千块的工资 人家剪个头发五十块钱都不嫌贵 这么大的老板 剪个头发三十嫌贵 所以说人真的不能因为他开什么车抽什么烟 就能认为他很有销唤能力 好了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小七点个关注点个赞